海巡署十九號在臺南安平外海 插獲了一艘走私漁程 上面有一百五十四隻的名貴 品種貓咪 市價高達一千萬元 雖然動保團體出面 希望能夠為貓咪請命 但是防檢局回應 走私的貓咪可能有疫病 依照法規不得不安樂死 所以在昨天下午四點 全部貓咪已經完成了 人道安樂死的程序 海巡等單位接到線報 十九號在臺南安平外海 抓到這艘走私漁船 由於是疫情期間 等船長跟船員被送到醫院 採檢陰性之後 搜查人員採進船艙 沒想到就看到大批的貓龍 擺在地上 籠子內有免鷹貓 英國短貓貓 美國短貓貓等 加起來市價大約一千萬 是近年來數量最多的一起貓咪走私案 依照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 這些貓咪必須要安樂死 雖然動保團體請命 希望開放民眾任養 不過防檢局高雄分局表示 走私的動物沒有經過正常檢疫程序 而且來源不明 恐怕會帶來不明的疾病 造成防疫破口 依照相關規定 一百五十四隻貓咪已經在二十一號下午完成人道安樂死的程序 總統蔡英文則發文表示 在防疫規範之下 不得不將走私動物安樂死的結果 讓人非常難過 務必要透過修法 在嚴格防疫的前提之下 讓執法單位也能夠就個案的執行 可以更符合人道精神 讓制度更加周延 記者陳煥與孟昭全 沙燕齊吳奇昌綜合報導 我們下午三十二號下午